在铁路12306APP网站车站售票窗口或自动售取票机等铁路官方平台购买车票的旅客 退票的方式主要分为线上线下两种 线上主要通过铁路12306APP办理 线下主要通过车站售票窗口和自动售取票机办理 除了现金支付的旅客需要本人前往车站售票窗口退款以外 其余购票方式均可在铁路12306APP上完成线上退票退款 旅客办理退票后可在铁路12306APP或车站售票窗口重新购买车票 线上支付的旅客遇到列车停运需要退票时 旅客只要手机安装并登陆了铁路12306APP 就可以在APP首页直接看到自己购买的车票 点击车票页面自动跳转至车票详情界面 再点击退票即可 停运列车停运信息公布前购买连程车票的旅客 可在连车车票开车前一并办理退票 不收退票费 线上支付的旅客也可在车站售票窗口 或自动售取票机完成退票 如果旅客是线上支付 但没有安装铁路12306APP 可使用铁路便捷退票功能办理退票 铁路12306会给购票时旅客预留的手机号码 发送停运短信 旅客可点击短信内退票链接 跳转至便捷退票页面办理退票 短信链接打开的便捷退票页面 无需登录就可以办理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使用铁路12306APP 就是快捷退票 通过现金支付方式购买车票的旅客 可通过铁路12306APP或网站先行办理退票 自网上办理退票成功之日起180日以内 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 到车站指定窗口办理零款手续 已经打印报销凭证的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APP或网站先行办理退票 于退票之日起 含荡日180天内 携带乘车人身份证原件和报销凭证 到车站指定窗口办理退款手续 如果旅客没有通过铁路12306APP或网站先行办理退票 就需要在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期 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 凭乘车人身份证原件 已经打印报销凭证的旅客 需携带报销凭证 直接前往车站售票窗口办理退票退款手续 需要注意的是 报销凭证仅能领取一次 如出现遗失 污损 票面不完整等情况 车站将无法办理退款手续 在车站办理退票时 退票人要带上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例如使用二代身份证购买的车票 那么退票时请凭二代身份证原件办理退票 不能凭护照 往来港澳通信证等 列车停运 不清楚情况的旅客也不要着急 可以找车站工作人员帮忙办理退票手续 这种情况不会收取旅客退票费 需要注意的是 旅客因个人原因更改行程要求退票时 需在车票载名的日期车次开车时间前办理 以办理行李托运的车票退票时 应先办理取消行李托运业务 以下几种情况不办理退票 一 车票发占开车后 二 开车后改签的车票 三 加收的票款 四 车补车票 也就是列车上补的车票 因未通过或未办理学生资质核验和丢失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而办理的补票除外 早饭 早饭